自从你走了之后 我就一直担心你 所以 我就想回国 亲自照顾你 我不管你是谁 这里不欢迎你 马上给我滚 该滚的人是你 宛叔在你身边受的苦还不够多吗 你有什么愿意继续把他留在身边 你是为了满足你的虚拥心 还是你的战友欲 我告诉你 他现在还是我 我们没有回开 不需要一个外人来过 你有什么资格做他的当头 你除了连和你的白莲花 一起去攻击他 你有哪一点是尽到了做丈夫的责任 你连唐儿的事都和他说了 知道了 您必须想起来的歌 我说 他有哪里不说话 你们两个到我死的 你出去 看样子 萧绍听不懂人话 他也配做个人啊 叶婉叔 看在你要死不死的样子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不过你记住你今天态度 我会后悔的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跟他纠缠不清 你忘了因为他 你差点丢了一双眼睛 我知道你为我找眼角膜付出了很多 但我这次回来 是以为他的血能对小鹿的病有帮助 这一切苦难都是向木槐带来的 还有那个白月光 我这次伤了白月光的身子 这笔账又得算到我身上了 这家医院是陆家开的 这家医院是陆家开的 但现在我来了 不管那个女人是什么坏 我都会替你把我帮回去 小哥哥 我知识了声欲能力以后该怎么办了 我知道这部门怪叶姐姐 以后他当时也是着急了 可是我的心 我的心还是好痛啊 别哭了 对神仪不好 抱歉啊 打扰二位了 小哥哥 我不敢怪叶姐姐 那我现在不想看到她 你让她走 你不是跟信顾在续旧吗 好来这里做什么 这当然是要来给我们陆小姐 送一份大礼 这是八卦 毕竟在某些人看来 是我从团里的夫妇 害你不能生予 我可不想被抓去吃饶饭 就委托顾先生 查询你一下你的病毒报告 现在想她 晚了 这上面只写着你的腹部皮肉组织挫伤 并没有伤及生殖系统一说 全部都是你在说谎 医院是你们陆家开的 你陆堂儿香火爆病情自然容易 但是现在不言之助谱的这家医院 它是除了你爸爸之外最大的肚兜 它有权勿乱反症 还有你 绿茶表白莲花女士一个都分不出来 五年前你就被她耍得团团转 五年后你还是这么蠢 真后悔当初跟你在一起 你骗我 小哥哥我不知道啊 我以为自己不能生了 说实话 小哥哥你别生气 我没事不是更好吗 我愿意为你生孩子 只要你肯 我不会和你发生任何肉片 以前不会的 现在不会的 想来更多 小哥哥你别走 叶湾叔一个贱人竟敢坏我的事 再来 睡觉 习惴 替我 老ушка 让你孩子在医院神不知鬼不觉地暴毙而亡 还查不出此疑 就问你要不要继续跟我斗啊 让他说话 你想怎么样 带上你的小野种滚出凝村永远别再出现 否则今晚就弄死 不要 我走 我走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不用答应他 这家医院已经不是你能够伟伟伟伟的地方了 王叔 别怕 既然我来了 就绝不允许再伤害他们母女 严敏哥 替我抱紧了 我要抓他 这是葡萄堂啊 我还没传到针绑自己拿进去 不过叶兰说 我们走去瞧 晚叔 你怎么样 没受伤吧 我没伤 快去看看小路 说 你叶婉叔做什么 小哥 你怎么在这里 我什么都没做 我 我只是 看人看你玩的样子 家里啊 我到他 不停 不停 你可以救我吗 你最好想骗我 你最好想骗我 虾哥 我怎么会骗你呢 我的为人难道你还不了解吗 你忘了我们之间最美的时光 忘了我们小时候的事情了吗 我绝对不会伤害叶姐姐的 哪怕他对我再恨 萧哥哥 萧哥哥 他们真的好像一家人了 叶姐姐看着顾教书的眼睛都是发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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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别说了 萧 干得不错 一个月五十万 真是精彩 像你这种年龄只有勤的女 就是合适的 坐下来 陪我一起吃 我还要去医院的小路送吃的 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佣人 哪有资格跟主人坐在一起吃饭 你那野种 还不到五岁 吃掉这么多吗 是不是还有信雇的一份 你花我的钱 去养别的男人 你又发什么神经 这钱太多我自己买的 你跟我走 你跟我走 小文白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被你逼的 一婉叔 这是我连夜为你打造的 你身是嚣嚣的人 死是嚣嚣的鬼 我不许你跟那个辛苦有任何来往 你疯了 你五十万并没有买断我的人生自由 而且我去医院是为了照顾小路 那个小铁主 在医院有信雇的看着 你操什么心 伍伯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帮我 停安一之前送碗糖水进去 别让他再来 伍伯 陆 陆小姐 给他送什么好吃的呢 陆小姐 这都是少爷少爷的 难道你希望 他当这个家的女主人吗 难道在你眼里 我还不如他吗 不是的陆小姐 你也挺好的 算你识相 记住 这个家的女主人只能是我 以前 现在 在将来 都只会是我 走远一点 无论这个屋里发生什么 今晚你都不许说出去 明白 明白 今晚的事情 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 别让他愈前愈 都不许说 嗯 哈哈哈哈 小龙白呢 小哥哥临时出差 今晚不会再来 想喝吗 有种你就舔着喝 就像你当年舔宵喝的那种 只要不要脸就行了 真恶毒 骂我恶毒 你还真骂对 我路牌外出手 从而不会让你失望 叶马叔 我知道萧哥哥不在 你肯定非常欺负 没关系 今晚就让他好好地伺候我